大家好,我是本期新闻众草官谢彦斌 提到联合国,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高大上,遥不可及 有没有想过去联合国当一名国际公务员? 今天就带您走进高大上的联合国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往往被称为国际公务员 联合国官网显示 联合国在193个国家是班师处 有3.7万名工作人员 每年联合国都会按照职位需求 通过青年专业人员考试 简称YPP考试来选拔优秀人才 如果你有足够的智慧 交际能力和适应能力强 根本不用怕你在联合国找不到匹配自己的职位 联合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即包括大会、安全理事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 国际法院和秘书处6个主要机构 还包括多个附属组织 比如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 结合所学专业和你感兴趣的议题 你都可以在联合国中找到属于你的题位 那么如何才能在联合国成为公务员呢? 首先,语言必须要过关 联合国工作语言一共有6种 中文、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 目前呢,申请YPP考试的基本条件就包括 精通英语或者法语 其次啊,申请条件还包括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年龄32岁及以下 拥有参与国国籍 据说,从初期筛选、比试再到面试 各个环节竞争都是非常激烈 每年录取率应该是不到2% 除了参加YPP考试 你也可以直接在联合国官方招聘网站上 浏览到目前空缺的职位 按照需求投递简历 目前呢,联合国官网上 一共有20多页的具体职位可以申请 当然啦,秘书长谨慎一人 而且根据惯例 需由非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人来担任 然后各大州轮流 不知道有没有人以当上联合国秘书长为志向呢 虽然竞争激烈 但是真正成为了正式员工之后呢 福利待遇是非常优厚的 根据联合国官方招聘网站 入门及专业人士的基本工资就达到了3万7到8万美元 此外呢,还会侍情提供 抚养津贴、教育补助金、派任补助金等 至于办公地点 国际公务员的办公地点也非常具有吸引力 总部纽约、全球七地、日内瓦、维也纳、内罗币等 全球七处的主要办事处也都可能成为办公地点 世界那么大 这份工作总有机会带你去看一看 如何成为真正的国际公务员 你学会了吗